各位我們線上的就是這次罷免領銜人 阿文 阿文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中阿文 欸台中阿文怎麼樣 這個這一次吃肉先吃是什麼肉 雞排 他剛剛講雞排啦 不是他可以先吃一塊滷肉飯嘛 那怎麼樣 250天之後第一次吃雞排 有沒有什麼快樂的感覺 不太習慣 然後那個群眾拿了一大包幾塊 幾塊我嚇到了 然後我就分給我們的志工 然後我說我拿一塊就好 要不然我怕我等一下陳柏惟沒有進急診 我先進急診 對啊你250天沒有吃沒有吃肉 他忽然間一吃 然後這個萬一 萬一馬上送醫院怎麼辦 怎麼樣吃了感覺如何 就對一件事情的堅持 然後以及說 在這過程當中去認識自己 哎呦認識自己了 怎麼樣之前不認識是不是 就沒有想到自己可以被 被逼到這種程度啊 哎呦幹這麼慘喔 這都拜你所賜啊 啊也不是這樣講啊 現在每一個罷免也怪我 他跑去罷免也怪我 阿文吃素是你建議他的哦 是啊 那就對啦 那不是拜你所賜 不是這樣講啊 我是覺得任何人要做一件很艱難的事情的時候 對啦 就一定要吃素 章顯自己的 堅持到底的話就會那個 對啊 而且他真的差點死掉啊 因為我 講 人家吃素 我忘了跟他講 要吃植物性蛋白質 然後他只吃草 後來真的血紅素降低 媽 後來差點送人員 你講清楚好不好 幹我怎麼知道呢 我先補這一段 哎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找不到原因 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也沒有說 欸沒有什麼大一大的 然後但是 那時候就是會有莫名走路會暈眩 然後那時候 我我媽他們其實說 你可不可以偷吃肉 要不然你現在這個樣子 搞到罷免 命都沒有了怎麼辦 啊可是那時候我就是很很虐啊 我就覺得說 命可以不要 但是答應人家的一定要做到 今天 一開始 有沒有忐忑不安 早上去投票的時候 有沒有忐忑不安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從公辦會那時候 跟他第一次 在電視上陳述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就 講完之後就很踏實 哇幹真的假的 為什麼很踏實 因為 我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在裡面的時候 他在坐在我旁邊 然後那時候他就 他有摸你大腿嗎 沒有沒有 他 他就狂低那個 那個飲藥水 滴了很多 幹真的講的是想哭是不是 我不知道 然後 然後那時候那個 就看他那個樣子 然後滴完之後才上去講 哦 可是我覺得 這個他到底是 為什麼要滴那麼多飲藥水 哈哈哈 你看你現在已經成為 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個 成功罷免案的領先人 我覺得這個 有點像那個 周星馳裡面 那個他有一個那個舒淇 有一段 那個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長老 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有這樣的一個功效 你知道他是怎麼講嗎 哎我看你骨骼驚奇 你應該以後是 乞丐界的霸主 哎呦幹真的是 乞丐界的霸主是什麼 還是乞丐 要問一下 阿文今天呢 你一路看 就是你今天 四點之後 你就信心滿滿了 覺得沒有問題 一定會過嗎 我其實 投完票那時候 後來我就跑去 我們楊家的 楊門女將的那個就是 天波甫 的祖廟拜拜 拜完之後 跑去大甲霸祖拜拜 最後再跑去 白沙屯拜拜 然後拜完之後就回來 然後就開票 嗯 所以還蠻平靜的 你整天都在拜拜哦 對啊 因為就覺得 我跟神明的一個約定啊 就是我之前跟他們許願 那我自己已經走到這個 階段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是去 跟大甲媽祖 跟我的 呃天波甫的這些就是主線 講說 哎我已經完成這樣的一個 呃里程碑了 然後今天 不管 懲罰還是 拜 我都是交給老天爺 今天看到罷免過了 感覺怎麼樣 也還好很平靜 就是終於忙完 可以吃肉了對不對 對然後就趕快說 耶我可以當死老百姓 我又可以當宅宅了 所以 你要休息多久 你走路已經走了嗎 大概五六百公里有了 我像那個把那個 追垃圾車那個啊 我們影片上 追垃圾車那個啊 那雖然是很短 可是我看了我就很想哭 因為那個 那一段啊 你知道嗎 我跑了都一個多小時 哇靠 跑到 跑到那個 垃圾車司機 你知道叫前面的駕駛 要開麥一點 對啊 不然阿文跑不上 不是就是跑到 讓他們會感動 真的 大敏過了 我們好歹 在我們直播現在 有大概一萬人吧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這個 一萬人講 我想要講的其實 今天這個民主 人家都說啊 可能是英雄式的民主 可是我覺得 這一次的民主 是平民的民主 而且他是 民主的歷程碑 因為 他代表的就是 不再是由一個人 喊抗中保台 不再就是一個人 去做民主的決定 而是由眾人 決定我們自己的未來 該怎麼走 那今天這樣站出來 也是在 跟我們的國家講 當人民不信任你 當人民沒有辦法 去從你的身上 去得到滿意的一個 回覆的時候 人民可以起來 把你換掉 實現真正的 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 從建國以來 一直講民主 但是不是那麼民主 而是由現在 人民做主 真正的人民 自己做主開始 所以 這也是代表著就是說 不管在怎麼 多微小的力量 不管在怎麼 脆弱的力量 當他匯聚成一股 民意的時候 他就是最無間 不吹的 真的 這是小人物的勝利 民進黨 全黨 全國 全軍之力 入侵台中 第二選區 能夠被 一群小人物擋下來 我個人覺得 這是小人物的驕傲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以前 大家都以為 選民就是一個 小人物 就是一個選民 但我們這樣講 阿卜文跟這一次的罷免 讓大家看到了 每一次的投票 都是一個合約的實現 這個合約 包含了 我投你出來 你身為立委 要認真做事 不要撕裂選區 不要只顧著上電視 但今天如果這個合約失效 或者你沒有盡力的話 合約是可以被收回來的 這個 謝謝阿文 讓我們看到了 這個民主合約的真諦 這個是一個很 很好的事情 最後 我想要藉由 諸大的節目 跟大家呼籲 台中第二選區做了 最好的示範 證明人民是可以辦得到的 那接下來 全國 的議題 我也希望 所有的台灣的百姓 因著 台中第二選區的 這次的示範 我們一起表決出我們的未來 讓我們台灣越來越好 讓我們的民主政治 越來越好 而不是在於是 某些人就是少數代表台灣 而不是多數代表台灣 對 應該這樣講 阿文說的意思就是 我們台中第二選區 沙鹿 霧峰 大渡 龍井 烏日 已經 示範給各位看了 接下來就是你們的事情 我覺得接下來 其實我很想要回去家裡陪陪 爸媽 因為 真的 這一路走來 其實 真的他們很支持 我以前都很傻 比如說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 Cover這些 可是後來走到最後面 我覺得是家人 兄弟姊妹 給你的力量 還有關心愛你的人 給你的力量 才是愛的最大的力量 才能讓我們走到現在 等等 我要問阿文一個問題 老漢要問你問題 阿文 好 我Cue你一題一定中的 好 你有什麼話要跟你爸媽講 我下次不會再幹這種傻事 讓你們傷心的 但沒關係阿 爸媽可能有一瞬間的傷心 但是 整個台中第二選區 跟全國的民眾 因為你爸媽的 忍讓跟犧牲 還有你的努力 有很多人覺得高興 那這樣是值得了吧 沒有啦 其實 這我要再回覆 回覆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只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我爸媽比我更像台中阿文 真假的 小人物的勝利就是勝利 我們讓大家知道了 不是總統出來 副總統出來 立法院副院長出來 就有效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骨氣 很多的小人物團結起來 也可以推翻整個 民進黨全黨請朝而出的力量